在古代为何连破棉袄、旧皮袍也能被典当,这些东西真的有价值吗? 在影视剧中,我们常常看到,那些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棉袄和旧皮袍竟然也能被当掉,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假,但这其实并不是编剧的随意安排。 追根溯源,古代物质相当匮乏,远不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丰富的商品。 在那个还没有工业化的时代,大部分老百姓的日子都非常艰难,新衣服更是奢侈品。 因此,哪怕是破棉袄,旧皮袍在市场上依然能够卖出一些价格。 而且,古时候的当铺远不止我们现在理解的典当功能,它们同时兼顾着物品保管、二手买卖甚至资金借贷的作用。 当铺会根据顾客的物品和具体情况提供灵活的资金支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看似毫无价值的破旧棉袄依然能够在当铺里换得些许钱财用于度过难关。